嗨 大家好 今天晚上就有莫子官 最近中外也有很多消息 中外也是 香港的女男王說出幾十年前 十幾年前遭性騷擾的舊案 但未落案 我所知的 我現在去到十點半都沒有 11點半 準備落案 但已經流到滿城風雨 連特首都加百嘴 在這裏我不是很贊成特首加百罪 因為 還未成案 還有一件事 即使被告都是涉嫌犯 就不應該先說定 就是輿論判罪 我們不想像鄰近國家這樣 輿論判罪 是 他現在就做了一件事 未審就有罪了 審完官說有罪就有罪 但你那個是西方的司法系統 我們的特首不走那套 雖然是殖民地時期的AO 但現在轉了老闆 但是這樣 但是香港仍然在行普通法 是 所以應該不出聲 人家問到你 人家問到你 就審 審判罪 第二 海外 嘩 又是很多 在美國 在美國 從幾個月前開始 荷里活的製片 就說當年是色魔 那 就性騷擾過 你說那個黑人 幾個都是 幾個有黑人 騷擾過那些女星 騷擾過那些工作者 所以引調今天 那你是不是師匈見慣呢 你本身在這個行業出身 所以說就是問題 什麼叫做性騷擾呢 就值得今天談一下 是 好啊 聽眾都加把嘴 什麼叫性騷擾呢 而那個我們的老友 陶傑 又說他 Me Too 他又說他小時候 他被人性騷擾 他那個女學女教師性騷擾過 是嗎 沒有聽過 有很多人反感 是嗎 有些人就同情人反感 這樣 所以我就說 不如今晚說 什麼叫做性騷擾 好 性騷擾的定義是怎樣 是不是 這麼簡單 就是性騷擾呢 還是需要多些 環境證供呢 或者有行為呢 或者說話算不算呢 尤其有 女性在那裡 其實有 很公平的定義 我相信 你要入罪一定會有個 你知道現在很喜歡說框架這個字 一個法律的框架 就何以構成呢 什麼叫性騷擾 但是 除了框架以外 就是法律的角度以外 還有別的角度呢 有有倫理學的意義 嗯 也有社會上的 每個社會不同的規範 嗯 來決定了那個意義出來 是的 譬如在印度 那可能會鬆一點的喔 嗯 或者是封建社會的時候 老爺對小妹子 那些很難入罪的喔 是啊 每個時代有不同 沒錯 是的 時代地點 是的 都有不同的 不過你就分說回香港呢 那個 性騷擾呢 嗯 的 的罪行呢 我又舉一個例子 好啊 那你有一次呢 有一個聽聞呢 有一個 肥仔 報章裏面 是 就有些編輯 是 那這個編輯呢 有兩位呢 都是 速下爬騷的 是 就不是我這麽長 我知我知 你聽過了 你講過了 是啊 但是聽眾沒有聽過 所以你要講 給聽眾聽 在下鱷呢 下鱷呢 下鱷呢 下鱷 下鱷 起了一些 比較硬一點的下鱷鬍 嗯 那 漂亮不漂亮是另一件事 嗯 但是呢 她就這樣說了 是 跟某些女同事說 你信不信我刺你一勒 嗯 那這個 受到 嗯 說準備被人刺 可能講笑 嗯 可能講真的 嗯 受害人呢 嗯 嗯 就準備去告法了 是 就說這個是一個性騷擾的語言 是 嗯 嗯 那 但是呢 兩個都 離開了 這個 報章了 是 就是傳媒了 嗯 那你說 算不算是性騷擾呢 以你女士的身份 或者眼光 以你這麼開明的人 不是 其實講到尾 一句的 就是個女生受 還是不受 很多時候 就真的boiled down to這件事 如果個女生是有意的 狼有情 妾有意的話 那 就可以歸納成為flotation 即是調情 flotation 是啊 調情的那個範疇裡面 但是如果呢 我覺得 如果一個女生 是對那位男士並無好感的 嗯 又或者 在一個男子 根本知道那個女生 對他無好感 但是由於他的職權範圍 嗯 比他更高 嗯 比他更有權 所以呢 他即使這樣做 那個女生 愛於要保住自己的生計 保住自己的工作 那所以呢 要啞引 那我覺得其實 是不是聖騷擾當中 有多一層的含意 就是 有沒有存在不公義 哦 那公不公義 也很難說的 也很難判斷的 就是 剛才你說了 一個 法治社會 香港呢 這個法治社會 就真的呢 有一個事情都文明規定的 嗯 那這個呢 這樣的說話呢 性騷擾那個程度呢 嗯 去到怎樣呢 是不是高得入罪呢 是不是一種騷擾呢 有一個呢 我就判過罪了 是 那我就拿出來說呢 就 佩了不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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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前呢 嗯 成五十年前 五十年前 這個是一個大罪行 那呢 有個 男士呢 就走過 就 就 性騷擾呢 他旁邊的女士 他就說他好波喔 那 那說他好波呢 本身呢 都是一個 騷擾來的 是 那無端端為什麼說人家好波呢 是 那這個呢 但這個他不可以歸納成為 這個叫做 據實描述 那一部分 是很難的 是 因為你說的時候呢 一定是有含意在裏的 除了這個 呃 呃 但是我在想著 我在想著 在他的 defense 他會不會說 Chill 我經過 見到球賽 我經過來踢球 沒有 或者是 我們說人家做得好多 喂好波你 就是可不可以這樣呢 那時候五十幾年前呢 嗯 說句好波都有罪 那些人呢 就變成漫畫 畫了出來 哦 所以我年輕的時候呢 就看到這幅漫畫 就知道呢 是有罪的 嗯 這個罪行呢 就是一種呢 那時候不知不知叫做性騷擾 都是的 英文 Ha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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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性侵犯 性騷擾來的 是性騷擾 是性騷擾來的 那我相信 Hasman 這個呢 到現在呢 你在街上 如果見到一個女士 無論她真是 或者假是 或者是真的 或者假的 裝出來 你大喊好波呢 我看你都難逃發望 是 我就應該沒事的 我覺得這個是也都 說你又沒事啊 不是 我說的是好些 你明白嗎 女人說吧 女人說女人呢 可能啊 可能啊 有個 immunity的 可能會是免疫的 但是如果男人說女人呢 她high的機會就很大了 我覺得 由她 由她在那個 動機說裡面呢 或者是 或者是 後來 後果來講呢 都是一種侮辱性 如果她不喜歡 剛才說 不喜歡 重點是在於 她喜不喜歡 有些女人可能 你說她好波 她笑呢 她開心呢 你明白嗎 因為你要看一下 她會不會構成性騷擾 是在於 當事人會不會 press charges 當然啦 即她去不去 舉報 或者她去不去file 這個case 她是立不立案的 如果她是聽了 是開心的 譬如說 我是 我整的 我整的 我就是想你覺得我好波 我才會做的嘛 這樣 你讚她好波 她開心 她覺得她的手術值回票價 花了十萬八萬 但是 如果那個女孩子 她不是的 她不拿這個 作為 她的本錢的話 她未必喜歡 她未必喜歡 你這麼說 所以你現在是一個 很個人 很主觀 但是呢 就在於 講這句說話 或者做這個行為的人 你拿捏得好不好 即是 譬如你覺得那個女孩子 對你是有意思的 and 你們是 我們叫做 in the process of courtship 即是你追緊她 你跟她有一個調情的過程裡面 你會一步一步賣進的 是不是 那你的賣進 你就開始會說 你比較大膽一點的說話 所以你見到 人們說sexting 即是message上面 有些很露骨的成份 甚至互傳拿照 那個又不是構成性騷擾的 就是她願不願意 是嗎 這個就等於 非禮 強姦一樣 如果你大家兩情相悅 就不能夠叫做非禮的了 是 但是呢 如果她不相悅 她走過去控一下她 不要說kiss她 控一下她 那個女士 都可以認為你是一種性騷擾 當然 是啊 是嗎 這個 一人有她的propathy 有她的私隱權 她不需要被你控 或者被你強吻 想起都嘔心 是嗎 是嗎 我頂不住的 如果你不喜歡那個更加頂不住 當然不行 如果你喜歡那個 就恨得少了 我只會拿一架槍動她 你拿一架槍動她 你拿一架槍動她 你應該隨身戴著把刀 那些人說 防狼有噴射器 是啊 香港不行的 香港不行的 Paper Spray不能用的 是啊 在美國 加拿大都用的 我知 根本應該要有 英國可以的 不是 入警署應該要帶著 是嗎 因為有很多這方面的案例 最近幾年 害群芝麻 所以 這種就是 有看 看那個情況 但有些就不用看情況 有些是 基本上 就是 大家 公認這種行為 是 有 侵犯性的 是 又舉個例子 這個是我朋友來的 嗯 這個朋友 在某個傳媒工作 嗯 這個老友 其實我 都很和我老友 很尊重他的 是 不要要我估 不要要我估 不要出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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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老友來的 認識了很久 是 有一次我看報紙 就他 靈了 嗨了一件事 是 那件事是什麼呢 其實你一說 那些人會過估到的 猜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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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惹 那些不必要的煩惱 因為 是 那他調帶心之後呢 嗯 這個 橫皮的老友 嗯 就在他後面 嗯 彈他 彈他 你不知道彈他 是 你猜都猜到 我都猜到啦 多一手就是這樣的啦 我讀女校 怎麼會不知道呢 平常 是啊 但彈他之後呢 那個 痛不痛呢 我就 不太清楚了 是 但是呢 那個受害人呢 就覺得這樣 是莫大的一種侮辱 是 那就直接要去 投案 嗯 投案呢 這個成為一件 性騷擾的案呢 來處理 嗯哼 那是不是一個性騷擾呢 你說啦 你 你 首先 當事人呢 是很有吉士的 就是呢 他應該 不急著要供樓啦 或者他沒有什麼 這個經濟壓力啦 那呢 就算沒有了份工呢 都可以有他的 那所以呢 他就這方面要讚美他啦 OK 那也都說呢 就是呢 所有的性騷擾 或者性侵案的受害人呢 都應該要有一股勇氣的 嗯 因為呢 他有了第一次呢 他自然就會有第二次 第三次 而且一定是會變本加厲 是的 因為他根本就有市民的底線 OK 這個是市底的 你覺得 市底線 他可能改一下是多手 但是他改一下 多手 他一定有所得益 他才會做的嘛 那怎麼會得益 他的得益就是快感 怎麼會叫快感 你不知道的 有快感的 覺得很過癮 覺得我可以get away with it 就是我做了這件事 是沒有事 他認為他的職權 犯為我是你老闆 你是我秘書 你是會put up with it 他如果不是有這樣的假設 他怎麼會做呢 他怎麼不知 他猜不到的就是 喂 竟然他的秘書 是夠僵走去告法 投案 投案 認為這件事 是一個big deal 他不認為是big deal 是的 沒錯 問題就是現在呢 覺得 這樣的行為 是不是一個big deal 是不是一個性騷擾 It is a big deal if the victim thinks it is 完全主觀的 那有沒有客觀呢 譬如說 沒有客觀 譬如我在後面打一打你 那你未必會告我 我未必會告你 我會嗨你 還有我會罵爆你 你嗨我 罵我 是因為你痛 還是因為你覺得我 因為inappropriate Inappropriate 即是不適當 不適當 是的 但是你知道這個人 譬如劉天賜這個人的性格 是這麼橫皮的 是要這麼倒彈的 當然這個老友不倒彈 那如果橫皮 可不可以進去店舖 見到一件東西 美麗就拿了 我橫皮 弄你而已 等我銷子姐姐找不到 你出了門口 一樣會響警鐘 你一樣會被人 charge 以盜竊的 我明白 你的意思就是 橫皮也有個限度 是的 就不能夠超過了限度 即是中國傳統所說的方寸 又譬如 如果這個是她的太太 或者她的外人 那她的太太穿著 吊帶衣服 我就彈彈她 那這個算不算 你彈你太太 還是別人彈你太太 當然是我彈 你彈你自己太太 是的 那算不算 這個時候 我又給你一個例子 你想想 當年有一部電影 很受歡迎的 漂房 很好的 就是《無間道》 《無間道》 《無間道》 我忘記第一 第二還是第三 總之其中一集裏面 有一幕 令到很多師奶 就是這個 是不是叫《平然心動》 平然心動 平然心動 是 就是 曾志偉拍劉嘉玲屁屁屁 哇 什麼有個女人這麼漂亮 什麼有個女人這麼漂亮 這個不是第二 第三 這個不是第三 我忘記了 哪一集都不要緊 總之有這樣的一幕 拍她的屁股 拍她的屁股 劉嘉玲走過的時候 曾志偉就拍她的屁股 哇 有個女人這麼漂亮 類似這樣的意思 劉嘉玲是很開心的 她是心花露放的 這裡就要交代 因為他們兩個的關係 是夫婦來的 是情侶來的 而是有愛人的情況之下 愛人也是當中的 有其他人在這裡 曾志偉是一個黑幫的大哥 劉嘉玲就是她的太太 還是黑屎夫人 我不記得 總之兩個是 就是韓心的拼頭 對 總之她是情人來的 或者是太太 那麼 很多師奶見到這一幕 哇 就等於看韓劇一樣 就很投入的 就覺得 全都 全都覺得很棒 為什麼我旁邊那個 這麼沒有情趣 不會這樣做呢 不打個朋友 對 吃飯 自己掛著看她的電話 在WhatsApp 或者在打機 這樣 接著我 就算拿跑 都留意不到我的 那些師傅這樣說 這樣想 但你想想 這個是因為 它是一個 gesture of affection 即是它是愛的表現 它是那種程度龍時 的不由自主 的一個表達來的 但是 喂大哥 你是我老闆來的 我跟你是一個專業的工作關係 你不要跟我說 你什麼程度龍時 你不由自主 喂 專業的措手 沒有 是不應該有這件事發生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對 這個就要看 這個 那為什麼Mirenda Gates 那時候還不是Gates 又不批評她 老闆Bill Gates 因為她喜歡她 我也見過的 我在電視台也見過 很多情侶 以為放了工 你知道很多人做到工作 是 去到後樓梯 不是樓梯 我們經常在Facebook看到 我們經常在4月樓 黑暗暗的 有兩眼燈開 那都 有閉路電視的 她不知道 唉呀 她都沒有感覺到 真的不想說一個字 不行 真的有這樣 有一次我回去拿東西 就撞到了 撞破啊 撞到了 沒有一個破字 撞到 因為她本身都破了 不需要破 我現在開始明白 但是老婆也有 被老公強姦的情況 老婆不喜歡 一樣是強姦 一樣是非禮 你別以為 是 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 我又要問女性 雖然我是女性權威 但是我很多事情都不懂 我先問問你 好 有個網上的朋友 在網上問我 為什麼叫做性騷擾呢 為什麼不直接叫做非禮呢 或者不直接叫做強姦呢 性騷擾有沒有程度上的分別呢 這樣 是不是性騷擾就比較輕微些 非禮呢 就嚴重些 強姦呢 就更嚴重了 那你怎麼看 個人看法 個人看法 這個擺明是個人意見節目 但是呢 我就覺得 非禮呢 是行為上的 而這個行為呢 它可以是 語言同行為 即是 語言非禮 行為非禮 語言都是非禮嗎 可以 但是如果性騷擾呢 我就認為 是比較 limit to 語言上面的 即是 又或者這樣說 是非禮 minor 些 非禮 必定是有 摸手摸腳 摸手摸腳 有肢體動作 多於 是講 因為性騷擾 你可能會要它 再 define 什麼為之性騷擾 如果 譬如上 剛才我舉例 嗯 彈一彈 吊帶衣服 是 這件事 性騷擾 就不是算非禮 它沒有碰到它的東西 是啊 所以其實都幾難 define 但是現在是用性騷擾 多於用非禮這個字 如果說辦公室裏面 因為辦公室裏面 我覺得呢 那個 那個範疇闊很多 那個範圍大很多 譬如他說 他傳一個電郵給你 裡面加個 那些斬眼公仔 或者是一個 咀咀咀公仔 就是那些emoji 嗯 喂 大哥 我有老公的 比如舉例 你明白嗎 我老公都不喜歡 都不可以的 或者說 你失機無神問我 今晚有什麼做 那些 那我不 comfortable 我要和你劃清界線 但是為什麼我覺得 在辦公室裏面的性騷擾 特別嚴重 就是因為有權 哦 權力的大摘死鞋 是的 這個東西是一個 我覺得是在辦公室 越過權 越過權 在辦公室裏面的 男女性騷擾 是一個很重要的dynamics 或者叫做 以權制私 是的 沒錯 即是古代的老爺對著妹仔 那些沒得扶 當然是摘死鞋 是的 那些你沒有的 你走去變而已 你真的過衙門嗎 但是這樣 但是這樣 那些賣了一身給她的那個妹仔 那老爺可能會養一輩子 是的 而且舉例 以前的宮女 哎呀 那更慘 宮女就是 其實她入宮 她就等於嫁給皇帝 是的 沒錯 她是 她預了 如果沒有 她反而不開心 是的 如果皇帝有一天寵了她 哇 不得了 不得了 因為你是整個背景文化的時代 是的 還有裡面最重要是有利益的關係 在裡面 是的 沒錯 但是今時今日呢 咦 有沒有利益呢 在辦公室裡面 都有的 有 老闆拍你屁股 或者彈你的胸帶 如果你頭髮 你開心的 那你可能就升官盡著的 但是 加人工 可能 或者是 不會被人插得那麼行 嗯 嗯 什麼怪聲 聽到那些水聲嗎 是的 噢 那些水聲 可能是來自那隻貓飲水的 那隻貓的水機不穿 等一下 是嗎 Sorry 大家 我吞水 我以為怕漏水 OK 說回來 但是 那時代不同了 那時代不同了 就是在於 以前的妹仔是賣身 給老爺 沒錯沒錯 那個宮女 條命 就給了一個皇帝 在朝廷 喂 大哥你簡直是皇 你明白嗎 你整個國土 普天之下 莫非皇土 你所有的東西都是他 不止皇帝 如果一個大官 他在他的大的大宅裡面 你進去 你也是屬於他的 是 是 是 何況呢 如果是奴婢 或是奴隸 更加不能動 以前的奴隸 賣了去之後 賣了進去一個奴隸主的家裡 他就沒有了自由 他沒有了身份 他由第一天做奴隸 已經沒有自由了 沒有身份 所以他已經是成為 人家的工具 有一套戲 叫做 The Gods of Egypt 裡面那個女主角很漂亮 很正 身材也很正 樣子也很漂亮 跟著他就是 被賣做了奴隸 有奴隸 跟著呢 這奴戲裡面 他沒有這一部分呢 就是他那個老爺 他的主人 對他的那些 聖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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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就覺得一定有的 主觀就覺得一定有的 不用主觀直接是 有什麼可能沒有 沒有拍 沒有拍出來 對 因為那時候 如果你是他的物品 他不視你為人 他視你為工具 對 那理由 用你 這麼好的工具 我用你 叫你幫我倒水 我叫你幫我鋪床 我叫你幫我鋪床 我叫你幫我做什麼都可以 那我用你洩粉 洩我的獸肉都可以 這樣 沒有所謂 不過呢 現在呢 就是因為性別這件事 是在現代潮流 今天 習總也說過了 要追上潮流 唉 我不想聽 這樣呢 所以就 男女的gender 那個性別 是有追求平等 這個這樣的要求的 是 就不能夠說 不尊重個人之隱 還有個人那個尊嚴 就是我覺得性騷擾呢 聽你這樣說 就是一個尊嚴問題 嗯 如果我覺得一個尊嚴受破壞呢 嗯 或者受到欺凌 或者侮辱呢 這樣呢 就是 一個 一個騷擾來的 嗯 我覺得是 意願問題 嗯 意願 就是制定 如果是跟性有關的 就是性騷擾 嗯 如果不是跟性有關 是其他 可能是 你的聲明的 你的聲譽問題 在聲譽上的騷擾 嗯 或者你的權力上的騷擾 或者人格上的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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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相同的 跟性差不多 不過性呢 就因為呢 現在仍然是 在世界上呢 很多地方都 都未發展到 這麼開放的時候呢 嗯 都是一個禁忌來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在職場的男士呢 你那個 就是我們有講的東西 我們叫做Gayder 就是 Gay的 去找Gay的 是不是 他們是有一個 特別的雷達的 去測對方 是不是Gay的 是不是 有雷達 即是直覺 直覺啦 即是Gay的 會知道 那個人是不是Gay的 是嗎 我是有這樣的字眼 叫Gayder 如果Gay的 有Gayder的話 那直的男人 都應該有一個 類似的雷達 就是 對方對你有沒有好感 你要試也好 你是要聰明 即是不要 一來就以為人家一定 是覺得你很帥仔 或者你是他老闆 或者for whatever reason 你認為自己一定可以 即是你真的要試 你有沒有被人性騷擾過 很多次 很多次 是用什麼方式來性騷擾過 什麼都有 例如呢 醫生 怎樣性騷擾過你 我報告案的 我整整是 是報了警察的 蛤 這麼嚴重 是啊 還有好笑的 整件事的反應 即是警方的反應是好笑的 那就講少少了 這個經驗 很多很多年前 那我就 剛才說 我也受過性質疑 好 我們大家share 盡送心中情 OK 那就是我那時候二頭 我就入醫院 那時候我男朋友 是一個隻醫來的 即是隻水醫生 是的 我病了 我病了 他就 把醫院 然後 就 來主診 那個醫生 即是你入醫院 那個醫生 就有個主診 他來巡訪 他來看你 他就叫你主診醫生 那他就 問說 你們兩個什麼關係 這是正常的 可能是哥哥妹妹都可以 我男女朋友 那不好意思 我們要幫病人檢查 請你出去 那他就 沒有了 他進來檢查 問我什麼事 我講完一段時間 他就出去 然後他問我什麼病歷 那我就說 我那時候甲狀腺有問題 他後來就跟我說 哎呀他多麼厲害 他的師父是世界的甲狀腺權威 Cocktail Therapy 等等 就叫我回去看他 然後 你知道你住完醫院 你有買保險 要醫生填那份保險單 他就打電話給我 over the phone 就說一些話 然後他就說 如果我再需要什麼 我可不可以 message你 那時候沒有WhatsApp 我說沒有問題 那我打算 醫生幫我填那份 他有什麼需要 他當然要問我 然後 就開始 發展到 他就說 跟他老婆結婚很多年 沒有性生活 關你什麼事 那一個TVB的女明星 我不開名 在騎樓著絲襪那個 如果有人有印象 就知道誰 就很喜歡他的 那 好了 他就說 你這個甲狀線 你不要看楊子芝 那時候 到今時今日來講 Supposed 也是香港的甲狀線權威 我認識他的 他就說 你不要看他 你不要看他 你來看我 我幫你搞定他 然後 我記得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瞬間 你五點半鐘 來到 你就不用登記了 是的 因為我就收五點的 那你五點半鐘 左右 我做完的事情差不多 那你直接進來幾多號房 是一間醫院的門診 幾多號房 譬如九號房 那 我不宜有詐 那我就進去 真的 真的看他 是的 因為我想他真的幫我看 我又想著 他為什麼會 下班來看我呢 那我那時候 廿頭很單純 就以為 醫生用他自己私人的時間 就不用 後面有很多病人等 他可以慢慢幫你看 你明白嗎 因為我那時候的情況 正常的 猜渡 不是你單純 我覺得是單純 因為 我會以為 那個醫生 因為好人 他覺得 我之前 那個醫生 搞不定我的案子 他是這樣認為的 我今時也是這樣認為的 因為我之前的醫生 大名鼎鼎的樣子 就開藥給我 而不知道我對那種藥敏感 那就有很多的 complication 很多的病發症出現 所以 那次去住醫院 那我就覺得 這個醫生 就是人心人術 醫者父母心 他不想我去逼 不想我後面一堆人等 他想慢慢看我 那好了 那進去 就只有他跟我 因為他下班 他已經下班了 護士都走了 那這個時候 他就是強行索敏 這麼厲害 是啊 強行索敏 很誇張 那跟著 走了之後 我就去跟朋友吃飯 有沒有成功 強行索敏很難不成功 因為人家大隻過你 高過你 這樣 他很難成功 他成功 他很難不成功 很難不成功 那之後我跟朋友吃飯 聊天 個個都說一定要去 報警 報警 那就去了報警 說了他的醫生叫什麼名字 哪間醫院 跟著呢 幫我下口供 他是一個Madam來的 那後來呢 他們有一天 隔了一兩天 早上清晨時分 走去他家 逼他回警署 你說警察 是 落案 是吧 不知道 那跟著呢 後來那個Madam 就再打給我 就叫我去跟進的時候 他就說 咦 但是那個醫生 挺英俊的 這樣 哇 我聽到這句話 我真的打了個凸 原來英俊 是可以非禮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 帥哥 他自然就會有很多異性 投懷送抱 所以他就不應該被非禮 是不是帥哥就可以非禮呢 那後面有沒有根尾的說話 就是他 單獨一個說話 不是 那Madam好像很驚訝 他這麼帥哥 為什麼會非禮 我想說我就呆了 我真的不知道給他什麼反應 沒有第二後面有跟進的說話 其實他跟進什麼說話都沒有用的了 他有這個Statement出來 已經夠了 是啊 已經是 你的程度 原來 你想事情是這樣的 那後來怎麼樣 如果一個強姦犯 總之他劉德華這樣 是 如果一個人 他是天生有那種性癖 就是他要強姦 他才會這樣 那他整容 他去韓國做二十次 像劉德華這樣 或者吳延祖這樣 就沒事了 或者李敏浩這樣就可以了 是不是 什麼邏輯來的 那後來怎麼樣了結 後來是沒有 抵抗或責任的 即是警方放生了 因為你沒有證據 你有什麼 你沒有第三者 只有你一個人 是啊 我在房間對著他 沒有 病房一定沒有 病房一定沒有 因為你會有身體檢查 是啊 但是 最後 就算上到法庭 都是一個 狗和被咬 那個官信是誰 是啊 看看你的證據有多少 律師 你 你的主控官 我都相信是 但是 這句說話 說小句 不應該說 是啊 因為這句說話 那個 意義 就有 就是 這麼英俊 他做這樣的事 你應該原諒他 或者 他應該這樣做 或者 還有一個 更衰的 就是 他做了你 都不應該告 是啊 這個 令人應該到最後 你作數 是啊 有這樣的意思 這句說話 是不應該說的 醫生都有人拿 我看見是 不應該說的 我想說一件事 茲冠 在你分享你的案子之前 就是 我有一次 我對著三個朋友 那就是 一個醫生 當然不是非你 我的醫生 是我一個醫生朋友 他太太 一位護士 還有我是一個中極左膠朋友 OK 那我們四個人在一起 我們又講開醫生 醫德 跟著 醫療界的黑暗 Kind of 我就講這件事 OK 那 我的左膠朋友 他覺得 這件事 他當然不會覺得是對的 左膠的 不會覺得這件事是對的 但是他覺得 他的朋友那件事 更嚴重 左膠朋友 左膠 他的女子朋友 那 左膠的女子朋友 他就講這件事 他就沒有當著 醫生和護士面前講 他之後跟我說 在場的 什麼在場的 你的四個人 那時候不在場的 在場 那個女子不在場 但是醫生 護士 左膠 和我 四個人 左膠講出來 左膠講出來 之後 說給我聽 他就告訴我 他就說 其實你那件事 我的朋友 都有一些 更慘 就是這個意思 我說怎樣慘 聽眾 你們平一平 還有次官 你們平一平 就是 我的主診醫生 騙了我 去看他 在他的診所 他執業的地方 按下我 強敏我 這一個是 premeditated 意思是 他是有預謀的 如果不是 他就不會選 護士不在場 對不對 OK 我的左膠朋友 不是 我的左膠朋友 就說 他那個女子朋友 想當年 出去抱的時候 就認識了某個賽車手 某個賽車手 就有輛遊艇 就搞 boat trip 這樣 就一群美女 穿了Bikini 就上船 大家吃喝喝玩玩 然後 他就說 這一個賽車手 就叫了他的朋友 下去船下面 房間 就好像說要聊天 然後就咀嚇他 我的朋友就拿他這個案子 和我的案子相提並論 我覺得沒得相提並論 你們覺得呢 你覺得呢 你覺得是否相同 是否同等 你怎麼想呢 我覺得不同等 因為 大家一個人去參加的時候 動機都不同 這個是看醫生 也是醫生邀請你去看他的 他那個是去玩 你邀請你去玩 你是願意去玩的 那就願意去玩氣氛也不同了 不是 氣氛也不同了 還有沒有職業失得 這個呢 這個呢 沒有利用到職權 是的 因為玩 就算他是一個醫生 去play boy 或者一個坐姿手 坐姿手 沒有關係的 在這件事的職業 是的 但你的案子 那個醫生又有關係 他真的要醫治我的 我剛剛出院了 是的 這個呢 就等於 有件案 如果你說那個補習先生 或者一個老師 當他跟那個小孩補習 或者教他的時候 私人補習的時候 他有 作出一些不適當的行為 嗯 這個時候呢 多數呢 那個官呢 都會判到他有罪的 如果證據夠的話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有一樣東西 大家常常聽到的了 嗯嗯 在這個時候呢 你是交付了信任給他 沒錯 交付了信任之後呢 那個信任呢 他是毀滅了這個信任 他是將他當時的身份呢 和那個信任呢 引致到你那個受害人 對他的信任呢 是毀滅了 是 而且是利用這個信任的那個 那個態度 或者那個方式呢 你去非禮他 或者是性騷擾他 甚至強姦他 那這個呢 就已經是最大的罪了 因為你是利用了你的 他對你的信任 嗯 或者你利用了你的權力 那這個呢 是 很dishonest 是 很不 對 他不公平 嗯 所以我覺得是 絕對不同的 但是我 為什麼我的朋友是 左膠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他是行大愛包容 啊 女性是受害者 就是那一套 但是整件事是膠化的 就是他 他體驗不到兩件事的分別 他覺得 我差點開了名字 他覺得那個賽車手 我差點說了出來 是 做的事情 和醫生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喂 怎麼會一樣呢 那個信任感 和那個身份 兩者身份 關係都不同 是啊 因為 第一就是說 我和那個醫生 是沒有私人交情的 是嗎 我是入院 而他是院方派來的主身醫生 你是交付了一些信任感給他 那個信任感是很稠的 就是 等於我正在說 如果是一個老師 或者是補習師 他對一個學生 學員 的一種不適合 unappropriate的行為 就已經觸犯了一個 你毀壞了彼此的關係 和信任感 這個這樣的關係 這個關係毀壞 是 這個關係和這個權力是借用了 所以 在這種非上行為 是很難值得原諒的 所以不同的 多數在官方的判詞 都講到這個問題 十件有九件都是 說 別人對你的信任 你毀壞了這個信任 有個聽眾說 某程度上是等同的 他說 叫你下班後再看醫生 你又這麼單純 即是說上樓喝咖啡 每人解讀可以不一樣 這樣 又要看你那個醫生 叫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去哪裡 如果他叫你說 在外面喝咖啡 或者在酒店房 和你私人 或者他什麼 房間私人 你開監酒店房 我來幫你看 這樣你呢 都明知道 那個手店房 是不可能會是 亦不需要是 他的practice 的地方 現在呢 叫你去那個 是那個診所 他那個醫院 他受聘於那個醫院 是的 所以這個是 有借用到 自己權力的問題 這個是對 這個關係的 一種毀壞 對信任的 一種 不公平的做法 所以呢 你 將那件事 要拆細它來看的 是不是 所以呢 而且最大的分別就是 我和一個男生 如果他追我 或者什麼都好 吃完飯 跟著 我說上來喝咖啡 你都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 我at any point 我可以say no 的 譬如說 他想再進一步 有肉體的接觸 但是我一句no 他就要停的 法律上是這樣 這個很多時候 是 這個 我們寫作的時候 都講到這個point 很多時候 如果那個男方 邀請你去他家裡 你願意入他屋的話 他的 打的機會很大 為什麼你會進去他的屋呢 為什麼你會進去他那裡呢 除非 是有其他原因 譬如說 邀請你進去他的科技 是因為看病的 是 這個是一個更大的原因 如果沒有這些原因 你只是 大家課分的 然後呢 你願意進去他的屋 不是等於他一定沒有罪 而是他佔那個好處 佔那個有利的地方 是多了 這個呢 就 我記得我看過一些case 就是 就算兩個人 去到 我們叫做 臨門的 這樣 臨門一腳的 那如果那個女子突然之間 不公主也可以的 是 他突然之間一句 no 而那個男子還proceed的話 其實就犯強姦 這樣就算了 你不要理他之前怎樣 適有你 或者他在你面前跳舞也好 總之去到 最後關頭 他說no 你都不可以proceed 這個英國法律呢 很奇怪 這個法律的強姦定義呢 就是叫做 探入 深入 是 penetration 是 所以呢 男人呢 沒有給女人強姦 是女人會給男人強姦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告訴你 這個呢 因為女人不能夠penestrate 那個男人的 除非雞姦 但是 我有看過一些在美國的例子 是 美國不同的definition 一個年紀大 可能四十幾歲的女人 搞一個十幾歲的男子 當然不行 是隔離屋子的兒子 這樣 這個呢 美國可以 英國呢 英國法律有些不同的 是 還有呢 我告訴你 澳門是沒有非禮的 為什麼呢 你小心點 我去澳門 我沒有這條罪的 為什麼呢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這條罪 我後來就知道 原來沒有這條罪 非禮這條罪 是啊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就是 公傑 在大陸呢 嗯 又是沒有這條罪 但是有一個更結的罪 風化 不是 這個罪叫灑留民 咦 名字都恢生過人 是啊 土匪而已 灑留民呢 就 可以大到去打靶的 是 可以輕微到 呈 懲戒 坐完十五日 出來都可以的 所以呢 這個又 這個又 那你大陸的法例 一向是看哪個犯事 有沒有權力 是啊 那又說說我的情況 我算不算是姓蘇耀 肥仔 聽眾都留意到燈光的問題 是啊 你不覺得畫面很青的嗎 那些顏色 嗯 不斷呢 email 那時候只有email 沒有apps的 是 那你不斷的email給我 嗯 不斷呢 找人呢 或者他自己 我不知道是不是 找人送來 還是他自己親自送來 在我那個 我那時候 在某個傳媒工作的 嗯 不斷呢 送他的筆盒啊 他那些 又印著他的相片的 或者他的信紙啊 我無管都讀完 OK 或者呢 簽名的書籍啊 不是才女是嗎 不說得給你聽那個 OKOKOK 可以 一會咪後說 咪後說 OK好 好害怕啊 那我們呢 那些朋友呢 就說有個名稱 是 他說這叫做 電子性騷擾 因為他全部用電子 是 他就給了電子的email 給你 或者fax 是 是 又送這些禮物給你 嗯 那你怎樣處理呢 嗯 扔了它 扔了它 出資 到有一次呢 是做了一個花瓶給我 是 是 是 它會按著自己的身形 是 是 我的環瓶 是 是 那上高呢 按照自己的身形 十六比一 我相信不是的 這是一個瓶 這個瓶就寫了很多字 這些字譬如小寶神功 跟我有關的字 我們吃喝茶的時候 就拿了這個瓶出來玩 整班人都是衰神 怎麼用呢 有些人說 做你糊 之類啦 說都不好 不要做到這麼嚇人爭 這個是不是性騷擾呢 那些人都認為是 因為他每天來找你 每天都怕你不回覆他 但他每天都有這些 書信 這個原來 不只是我 是其他很多個案 不是這個人 其他人 都有這些個案 男有男女有女 不斷有所謂的電子 的fax 或者信 那他仰慕一個名人 是啦 這樣就很難說的 是 那 好啦 再講這個花瓶 當然要講這個花瓶 很多好笑的 嗯 那我決定呢 就說 不要啦 不要絕對 是 捐了他有沒有 捐了他 大家說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捐了他之後 你不在這裏 離開世界之後呢 就這個花瓶呢 可能變成一周刊專題 那我想是又是喔 那於是他就說 不如呢 扔他下海了 是 扔他下海又有危險喔 然後浮出來 一百年之後呢 是 就出來那些考國家研究喔 究竟這個是什麼事呢 救命 會不會啊 為什麼會有個人 想太多啦 是啊 不是 用來玩的 是 那跟著說埋了他喔 埋了他呢 希望呢 泥土呢 經過幾百年或一千年之後呢 就 融化埋了在泥喔 有聽眾說很疾喔 Samuel O說很疾 但是其他人看是不是OK啊 給點反應來呢 OK 繼續 那我們又說不好 這樣呢 如果他不化的話呢 就可能變成 足夠證據 千年之後 拿了出來呢 擺了博物館 那這個博物館呢 就下一張紙呢 就寫得很清楚 喏 示威幾一年 是 就有個香港有個人 叫劉天慈 就被人 這樣 是 那就打爛他可以不可以 打爛他又怕 人家找些碎片都砌得回來喔 總之呢 大家最後呢 決定了就埋了他 算了 真的埋了他 真的埋了他 找一個人 幫忙去埋了他 那個人 是大家呢 不問他在哪裏的 不然自己心思思逸 找回國分廠領 神經病 那我想問你 這件事 天天 收到這樣的facts 又收到這樣的信 又收到這樣的東西 是算不算一種性騷擾呢 我覺得是煩的 是煩的 煩 我覺得很煩 我很怕煩 所以我覺得是很煩 是很煩的 千萬不要 這些 原來我心裡說 這個笑話出來之後 就 很多老友都說 哇 這種呢 他們 有些朋友都試過的 是 我又有說 另外一個故事呢 就是我的死黨 差不多我老師呢 許冠民 我已經死了很多次了 那在70年代呢 有個女孩子 嗯 那女孩子呢 就在三藩市那時候呢 就見過一次面 嗯 這個Sandra呢 又疾了疾了喔 肥仔 是 嗯 這個Sandra呢 就跟她在那個三藩市的唐人街呢 打過一些照面 嗯 招呼過她 是 到後來呢 這個Sandra就在三藩市追到回來 日日早上呢 七點多鐘呢 知道她會回到電台做節目呢 嗯 就穿到怪獄火那麼靚 我 我見過 差點見過這個人 是靚的 穿的 穿的衣服很靚 噢 衣服很靚 噢 衣服很靚 我沒有說過人 人是見過國雪 嗯 嗯 嗯 那日日呢 就站在門口 在電神門口 一見她的車駛來呢 嗯 她就伸出的手呢 在那裏摺車 那你摺不到車呢 她就和你打一招 打一個搖手招呼 是 那她呢 就很開心了 接著進去呢 就工作了 嗯 工作拍完東西你就走了嘛 原來她還沒走 又在那 她又站在門口 嗯 又和你 然後你不同的車停的 嗯 那她就又和你用手呢 打一個招呼 嗯 明白 如此呢 入和出 接著呢 這件事還沒完 嗯 她還走到你家附近 她知道你家住在哪裏 在你家附近 站在那裏等你 如果你再出來吃飯 又和你揮手 又和你揮手 救命啊 直到呢 天天都是這樣 就是她不累嗎 我們在那裏 是 進而再不理她呢 她就天天寫一封信 那一封信 插在你那個 信箱 信箱 那封信呢 用粉紅色信封 用很漂亮的香水 點墨水寫的 好像我們某個女才女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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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裏面那些說話呢 非常肉麻的 嗯 那天天都是這樣寫 嗯 其中有一天呢 就要挾到我了 噢 為什麼呢 她說呢 阿Michael 你周圍有一個肥仔 一個瘦仔 肥仔是鄧偉雄 瘦仔是我 劉天寺 是 就是傍著你 使你呢 不能夠 和我有單獨的機會 是 我快要殺了他們兩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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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需要專業的指導 我想她真的想請擇手 不是她是醫生 不知道 請密放棄治療 那 她怎麼對付 許太呢 她說你跟她離婚 她生了兒子 許思維那時候肥仔 剛剛出生 我很疼你的肥仔 噢 事餘幾出 事餘幾出 更重要於我的兒子 是啊 你放心 你只要非了你的 即是你離婚你的太太 我就接收 我什麼都可以了 我接收的了 是是是 自此類推 是 由她爸爸許世昌 她媽媽 許老太 是 一直到梁淑儀 都幫忙出來親身 對著女人見面 說不要再騷擾 我們許先生 不要搞了 沒有結果的 你這麼遠回來 用這麼多錢 每天都這麼累 無謂做一些愚蠢的事 她不覺得愚蠢 她不覺得愚蠢 這樣呢 這些是性騷擾了吧 終於 有個朋友 做律師的 張姓張的 阿Sam的 可不可以出禁制令 是的 Exactly 最終就是 拿去法庭 在法庭 官判了一個禁制令 就是 那個人 不能夠 在幾多尺範圍之內 幾多範圍之內 出現 再出現 就是無視法令 是 刑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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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為你從美國來 你沒有護照 是呀 好的 無眼紙乾淨 終於他走了 是 他是被递界走 還是自願走 自己自然而退 自然而退 自然而退 可能家裡有些錢 那我應該說這個真實 這個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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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故事 就告訴你 原來真的 有些人 是在捕捉 真的會跟著 癡 癡的 性騷擾 這些是性騷擾 不止是Michael 是這樣的 我見到很多個 明星 導演 是 專野這些 是 專野這些 專野一些這樣的癡女 劉德華也試過 有個走來 大陸來過的女生 耳東青也試過 金國亮也試過 就算 人人都有 陶傑也試過 是嗎 這麼幸運 是呀 那個年台坐在那裡 是我沒試過 我經常很慚愧 聽到聽不聽到 聽到子官要什麼 刺官要捕捉 你快點捕捉給刺官 我不要 我這麼老 不用了 跟蹤狂 在日本 這叫做痴漢 痴漢 我知道什麼叫痴漢 我最害怕的 你有沒有這樣的人 我怕有 很多次 你這樣捕捉你 很害怕 我連回家都害怕 我做什麼 這應該真的懂得捕捉 在樓下等你 痴痴的等 我想說一件事 要捕捉我 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的作息時間 出入 完全不是人品 完全不是人品 第二 是完全沒有 可言 你是找不到的 你不會知道的 所以我這些 比金正恩還難捕捕 我不需要有十個八個替身 同樣樣 不用了 總之你要捕捉很難 但是 那個痴漢 在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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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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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 等我好難 你走一走 等十幾個小時 你剛才說 那個痴漢 等個Michael一樣 這些真是性騷擾 這個沒有什麼 可以談 而且是一個很恐怖 而且你知道 他們有一個很恐怖 我說我的痴漢 是他們幻想 簡單來說 他們說他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上 是有妄想的 在我朋友那裡也是 是啊 他妄想到怎樣 這個不是Michael 這個第二個朋友 是 我和你結婚的了 我和你生了一個兒子的了 你是我老公 你是我老公來的 是啊 你為什麼和那個狐狸職在一起 是啊 救命 我看很多Crime Case 好變態啊 好變態啊 是一個正當的 當了他是真 你知不知道我講 現在隔了那麼多年 不怕講 那時候佔領運動 我是煮東西給學生的 那段期間 就惹了很多個 痴漢 因為我們是徵求義工的 義工幫忙 因為你要煮那麼多 那麼大份量 洗啊切啊 那些 你要很多人來幫忙 那是沒有說 你沒有說 你要給我審查過 你什麼什麼那些 那些燈光好像好一點啊 肥仔 你做了什麼 肥仔 那些燈光好像好一點啊 喂 我要去廁所啊 所以你暫時要離開了 OK 你完結呢 你做完完結好嗎 哦 因為一分鐘了 哦 OK 你再講這句 我再講這句 是啊 那麼就 很奇怪的 即是他是會 我講那個 在樓下等我等幾天 那個屍漢 他是 跟朋友說 啊 他向個宇宙發出那個訊息 說他想擁抱真愛 接著呢 就收到我的訊息 如果他吃午餐 嘩 他就認為這個就是 宇宙給他的訊息 救命 我就是 我找他 是因為 我忘記因為什麼事 但我完全不是因為受到感召啊 大哥 即是很恐怖 你知道嗎 你不是痴漢 你是貓痴 我也是 Stanley O 剛剛這樣說 總之 就是 對於這些人 你是不知道 用什麼方法對他們 因為 他和你根本不是同一個世界 是平衡宇宙來的 在他的宇宙 在他的世界裡面 你是他的 是的 然後 他是很喜歡你 你送去青山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然後你就算現在 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拍了 緊湯 結了婚 都什麼都好 他認為是一個 阻攔 即是他覺得 這個人不應該存在 他應該要消失 因為你是我的 是的 所以 唉 很多人害怕 我那時候搞了好久 我才搞了那個痴漢 現在講完了什麼 講完了 港議員的 是的 肥仔突然之間 光又正常了 又不青了 為什麼 你做了什麼 拜拜